男子向月面交 远景在一旁埋伏 紧盯对面一举一动 车手及监控手落网 又有人因为假投资被诈骗 现在还有人从人力银行找工作 被控沦为诈骗车手 一开始老板给我那个ERP系统 教我一些怎么操作这样子 入库存啊干嘛的 居家上班坐大概快两个礼拜后 就是就被请帮忙去跑货款 面试到工作看似正常 蔡小姐不宜有她 偶尔被指派协助面交货款 但经手的这些钱全都是账款 开缺单位就是诈骗集团 尽管蔡小姐强调不知情 仍遭警方起诉 只见诈骗横行 就由检察官批评开户太容易 随便贩卖抵债 引发人头账户乱象 我觉得说一定要列黑名单 黑名单列出来以后 有些人最严重的是 禁止一定期间内开新户 甚至呢 她一生在这个期间内 她就总数只能持有一个账户 人头账户抓不完 十多年来移送二十多万人 新被地检署检察长更直言 中国信托银行成了诈骗爱用户 移送统计数据 中信银涉案警示账户超过三成 远高于其他银行 数位发展部正式成立 诈骗已大乱源 警方也把矛头指向第三方支付 由于开业没限制 造成虚拟账号爆量 个人避伤不纳管 也在纵容加密货币犯罪 批评警管会数位部推责无作为 就连NCC也被点名 国内五大电信提供给中国人士 漫游门号高达百万支 但今年一到三月 只有两万多人来台 显然有九十七万支 是不正常用途 他用那个实际时代的方法 在算那个门号数是不对的 那个是三G时代 现在5G物联网的时代 这个国际漫游服务的场景 应用是很多元的 除了从修法方面来进行修法之外 事实上我们也希望整个优化 整个假官在侦办这类案件的 办案的环境 光是台北、新北及市林地检署 新收案件中 诈骗案就占了三分之一 排挤其他案件侦办能量 浅线检察官喊话各机关检讨协调 打炸国家队动起来 从源头扫除诈骗 不要再让这类犯罪始处乱窜 原事新闻综合报道 资拉 来 心远 这些 lungs 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